136月第二题 下面是某个品牌饼干营养成分标示 根据资料画出圆形图 我们要配合附件16来画图 附件16跟附件15的差异性就是 一个在圆周上画了100格 每一个代表1% 所以叫做圆形百分图 那么附件16上面是没有的 那没有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自己去算角度 好 我们现在来看 碳水化合物占了30公克 蛋白质占了90公克 然后脂肪占了15公克 其他占了6公克 那么全部加起来是60公克 我们就必须这样做 好 我写一个字就好了 碳水化合物的部分 它应该是360度乘上 总共是60公克 它占了30公克 所以等于180度 好 再来 蛋白质的部分 总共是360度 那么一共有60公克 它占了15公克 所以它应该是 不是15公克 看错了 9公克而已 9公克 好 所以它应该是 多少 多少度 9公克是多少度 54度 54度吗 确定吗 百分之 54度 好 54度 好 再来 来 脂肪 360度 乘上 总共是60公克 它占了15公克 四分之一 这比较简单 这是90度 好 其实我们应该已经可以算出来 这个是多少度了 好 我们来看其他 好 360度 乘上 60分之6 所以是36度 加起来看看有没有360度 有吧 对不对 这两个加起来是90度 90度 180度 对 360度 没错 好 所以大家把这个角度呢 画在附件16上 就可以完成第二题 所有的 好 这个 这个过程 好 把附件16拿出来 将角度一一画上 好 我知道课本上也有一个圈圈 好 我们把它 画下来之后 就会长这个样子 好 请各位同学赶快画